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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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乃超虽然带兵作战的能力不强 但是在军事理论方面却很有一套 尤其是战役理论 更是他的强项 正是因为常乃超有这个优势 所以在全国解放之后 南京军事学院就聘请他为高级指挥系的战役理论教员 起初因为常乃超当过自己的俘虏 所以作为学员的李云龙还有些不服气 不过最终因为老师长的教育 李云龙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从而趋心向常乃超学习 在1955年时 李云龙顺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 同年 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李云龙都被授予了少将衔 那么作为李云龙的老师 常乃超又该授什么衔呢? 常乃超本是国军少将 但他并不是起义之将 而是被俘之将 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 他不应该参与授贤 不过 常乃超在被俘之后 经过改造 成为了我军议员 而且还在军事学院任教 既然身在军中 所以他自然就有资格参与授贤了 那么常乃超被授予了什么样的军衔呢? 有人说常乃超在1955年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理由就是 常乃超的原型 即王源直 他就是被授予的少校 这个王源直却 时与常乃超有着相似的经历 比如他也是国军少将师长 第十一师 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之后也同样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 不过 有一点不同的是 常乃超是从德国某军校毕业 而王源直是从黄浦军校毕业 关于王源直是否是常乃超的真正原型 这个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 所以常乃超是否在1955年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这个还不得而知 那么常乃超究竟被授予了什么军衔呢? 其实在亮剑剧中早已延明了他的真正军衔 当然 并不是老板亮剑中延明的 而是新版亮剑 即2011年上映的王志中版 新版亮剑与老板的剧情几乎一样 虽然新版没有老板那么经典 不过它也有一个优势 就是比老板拍得详细 很多老板中没有呈现的剧情和细节 新版中均拍出来了 比如关于常乃超被授予了什么军衔 新版中就呈现了 极大校军衔 从常乃超身的的军服兼章上 就可以明确看出来 它是两杠四星 极大校 综上所述 有人说常乃超在1955年被授少校衔 然而答案并不准确 其实剧中早已研明它的真正军衔 极大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